1.肖战,王一博要合体 肖战和王一博自从CP结绑之后就已经默认不同框,不同台 不过最近他俩的CP粉通过俩人都戴了某品牌的手表 觉得王一博和肖战实在默默秀恩爱 还说他俩肯定已经同居,连表都戴同一块 嗯,圈圈也不知道说了几百遍 王一博和肖战就是同事关系,CP粉刻得太疯狂 最后心灵上受伤害的还是自己 杨幂这段时间有两部剧同时在播出 不过他在微博上为这两部剧宣传的都很少 就是发了几条微博而已 景博然拒绝神隐之后 很多网友都在担心他会不会因此得罪平台 还有人说景博然是因为看不上某九五花才拒绝的这部剧 从此以后俩人肯定也彻底结下梁子了 景博然推了神隐对他来说,没有这么大的影响 毕竟娱乐圈的演员经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神隐本来就是给赵露丝打造 包括这部剧的制片人和赵露丝的关系很好 景博然如果真的耀眼,也没法拿下一番 张天爱沦落到相亲脱单 张天爱自从手锤渣男后 圈内不少好友都在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 这段时间光是帅哥的微信都给张天爱推了十几个 但是张天爱被前任狠狠地伤了 目前根本没心思再去谈恋爱 即使是分手后 他有一段时间还等着男方来求复合 谁知道从网上看到 他又搭上了其他女艺人的消息 张天爱这才死心 张天爱私下的性格和照片中 郁姐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反而很软媚 前阵子就有个演员在追张天爱 谁知道张天爱给对方发好人卡 拒绝对方 他对待感情很认真 入圈以来没谈过几次恋爱 主要是每次张天爱谈恋爱的时间都特别长 以年为单位 张天爱在圈内人员挺好的 他还有一个接触很久的粉丝 这个粉丝从他刚出道那会儿 还是个胡嘎的时候 就经常去街机参加活动 张天爱逢年过节 还会给这位粉丝寄礼物